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木厅像一个枯萎的森林 这是它的一个凄美的一个影像 火是它的很私密的一个空间 小三本 它的寿命就是火 金木石火土 然后每个工不同的颜色 属于这个工不同的设备 清华美院的一个团队跟了我们一年半的时间 几百稿设计 每一稿都是反复讨论 他们真是非常有点心 到最后我们都被他感动 就是不断的经济囚禁 这个东西呈现出来有多长 反正非常不要说不计其数 我已经很难提到我们这个团队达计 画了多少图在这个项目上 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视觉体系 是一个人和灵魂的外化 营造的这个氛围不是个简单的一个道具 是个背景不是 它是个主视觉 让我们打斗的这个空间更丰富 然后有更多的更炫的环境 让观众眼花缭乱 我相信人们一定会很喜欢 也会很遵用我们的努力 还是太多再见 鸭鸭鸭鸡